现在去见一个网友 是一个北京的朋友吧 他是过来收房 就是买的那个俊发的 滨江俊元 他应该是买了好几年了 据他讲好像是2018年都买了房子 但是一直没有时间过来收房 因为疫情吧 但是这一次的话 他终于过来收房了 然后我去看看他的房子 拍拍他的房子吧 他那个房子当时就是买的比较贵 据说是最高峰的时候买的 好像是买成一万六吧 现在这个价格怎么样 他说是亏了不少 所以我们过去看一看吧 你看右边就是高庄的建筑 左边那个就是滨江军园 看着像对面一样 但实际上它是在更前面 一公里左右 有点像到了重庆的感觉 听说这里重庆人买的房子都特别多 即将右转 随后右转 左转随后到达目的地附近 到达目的地附近 那江里面还有快艇吗 这都说买成一万六万单价 一万六万是我把所有的都算上 我把所有都算上 对 我在贷款 哦 这五十六万 怎么叫买成 五十六万 但是我交了一个 一万八的贷款的费用 哦贷款还要交一万八 他这个其实不分 但是他我一开始不是在银行贷 他们有一个业务 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小贷款公司 带给我三十多万 但是他还要收一万八的费用 哦 半年以后在这 那弄下来的话 五十六 相当于五十 五十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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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现在中介说是三十五万 三十五 中介说 三十五 那相当于 二十三万 差价 哎 不够还好 比起那个北京啊 那些大城市的房子 动不动那个差价 那都是计算三百万的差价 对 在庆庆的就是没买大的 买个小的 买个小的 买个大的 赔的更多 不是 交房之前这是有窗户的 没有墙的 但是交完房后都有墙 所以很多人当时去闹了去了 后来一改了 后来妥协了给改了 然后但是有的人还是不同意 就要退房 哦 对 这里阳台圈起来 给人洗衣机 你扫呀 行 我自己弄 你这个就弄完了 是吧 这里床 有个沙发 这里厨房 哦 整个房子 三十八点几 不过他那个工摊好像也挺大的 你说 如果在泰国的话 三十八点几 一套一 应该很大的一套一 工摊得达到九个吧 打到九了 嗯 就是百分之二十九 对 九个 什么也不用我的 哦 那中间它就相当于中间吃差价 因为这个房子的话 按市场价格应该可以租到可能一千五左右 对对对 一千五差不多 中间它就给一千块钱就租下来了 中间再撞五百 对对对 那现在新闻板那旅游挺旺的 是吗 嗯 就是一遇到节子 什么春节泼水节 嗯 然后他们的那些房价全部涨十倍 我天 就以前卖一百的直接一千 泼水节 说是泼水节那些房子找不到 那些人 那些人跑到什么 跑到那个普洱去住 啊 我天 五五分成那确实 中间也撞得太狠了 他相当多了 他现在就是说 有的是四六分 有的是五分 然后物业费还得我自己交 哦 那他赚大头了现在 对对对 哦 他那个抽烟机老板排的还可以 就是抽烟机还行 嗯 对 他这里实际上应该装几个那种 镶嵌式的那种炉头 电磁炉的 电磁炉的 嗯 他有电磁炉 不是有没有固定的那个 哦 没有固定的 好像泰国的交房 他都这里有个固定的电磁炉 嗯 就几个炉头的 两个炉头 三个炉头 固定的位置 哦对所以挺方便的 哦 他这个是 是公寓产权吗 还是住宅 这是住宅 但是他为什么又不通天然气呢 他说面积太小 哦 没达到国家标准 哦还是住宅嘛 70年住宅 对 他这边有一种叫70年公寓 所以说这个有点复杂搞的 对 他好像11栋 11栋全是70年的公寓 哦 他那个11栋多大的面积都没有美气 全都是用电 全都是用电 哦 我那天看了那个43的也是也没通气的 也没通气 嗯 他只要单间应该都没通气 哦 可能通气了至少是套一吧 对 套一 休息的时候就出来玩嘛 走了一大串 其实我一开始像是想在大理买房子 当时大理的房价是12000 哦 更贵 哦还是更便宜 还更便宜 跟这差不多 啊 还便宜一点呢 大理房子12000 也后悔了大理买房子 大理那个也是靠了那个河海的 嗯 嗯 也能看着一点那个海 嗯 跟这差不多 啊 前面也是打了几个楼 所以大理现在房价还挺坚挺的 是啊 大理怎么回事呢 挺奇怪的 然后没买到 从那来到管大有购买了这个 哦 哦 当时管大的房价比昆明还高 对 但是他基本上就是基本上最高的了 整个云南最高的 昆明那个时候好像均价才一万 啊 哦 这里他都好一万二三的是吧 对 一万二的 哦 那个时候比昆明还高 你说那个时候买到昆明 现在就赚了 还赚钱了 对 现在昆明涨了是吧 昆明好像也一万五吧 其实我最早的时候 是去了那个重庆看房 17年过年的时候 嗯 去重庆看房 嗯 在沙平坝那边 呃 我朋友在这买的 嗯 八千一瓶 哦 但是为什么我没买呢 因为 他打算在那常住 就在那工作了 嗯 然后那个房子吧 他对外的人有一个叫 同产税的限制 他自己的同产税是 每年交两千块钱 嗯 嗯 无论多大房就交两千 嗯 当时我就没买 啊 外的人交多少 就交两千 哦 外的人交两千 本地人不用交那千 哦 本地人不用钱 哦 所以就没买 哦 重庆有这个训组啊 哦 对 有这个训组 哦 沙平坝在哪个位置 沙平坝在大学城 大学城 嗯 哦 成幸了 嗯 我就没买 没买以后 我听说我房子说 现在涨了一半千 一到二吧 哦 反正转了 嗯 一到二 而且那边房子挺好卖的 好卖的 嗯 我听说那边好 是沙平坝到城 通了一个高铁 嗯 坐坐那车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就到了 嗯 哎 也是错过了 哦 然后就到大理 最后就想到西装板纳 先到昆明 然后再去大理 再去的丽江 嗯 从丽江回到大理 然后再从大理飞到雪尔滑纳 哦 这个西装板纳 反而变得最厉害的 哈哈哈 估计没涨啊 跌了 其实这些地儿 就西装板纳 跌了自己 嗯 从这个北京朋友 他的房子出来了 他的故事的话 就给我一个感触 就是你到西装板纳 买房出于什么目的 有的人是出于投资的目的 就像这位北京朋友一样 有的就是作为自己 养老常住的一个需求 来买房 就像我的西装板纳 四级金元那个房子 所以这两种房子 就造成了那个心态差距很大 像北京朋友他当时 他就是买来作为投资的 就是希望他升值的 但是现在的话 现在看来的话 风险确实挺大的 他的房子真的是腰斩 实际上以前我问过中介 像他那个房子买成16000 我以为是一线将景房 然后中介告诉我 一线将景房的话 现在也要卖13000 结果今天看来的话 他实际上也是二线将景 二线将景的话 我前不久拍的那个东北小伙 他也是买的 最发的房子 他是买成7000 去年年底买的 所以现在看来的话 他那个房子被腰斩了 确实也一点不夸张 所以这就是价格方面的风险 第二的话就是管理的那种成本 确实太高了 因为他现在不会经常过来 过来一趟也不容易 他如果委托中介的话 中介也相当于 从中间也要赚他的钱 因为中介现在告诉他 中介把这个房子包下来 一个月的租金就是1000块钱 对于这样配备齐全的一个新房 1000块钱确实收益回报率太低了 像我四川老乡 他那个房子 他也是埋在高点 12000的单价 十几金元 但是现在的价格也就是八九千 但是对他来说 他一点不后悔 对他来说也没什么感觉 因为他长期住在这里 他享受的就是西双版纳的气候 西双版纳的那种人文环境 所以说 你如果在西双版纳 你处于投资的目的 买房确实要挺深 你如果是为了提高生活品质 在这里来享受生活的 我觉得什么时候买都没什么问题 好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